南横公路旁的乌路峡谷 布农族人安居乐业 代代相传心情的农物生活 赖以生计的自然资源 外来客品尝好山好水的甜 可能不知当地居民的苦 住在下马部落的公路工人 全身疼痛无法上班 正在等待医生的到来 因为有年纪了 那个骨子比较不好 乌路部落的老人气虚体弱 反复感冒 他也在等待医生的到来 有时候小孩子忙 就是没有空送大人下去看病 利道部落的小朋友 则在赶路 他要去卫生所 因为听说医生来了 大家都需要医生 但利道 下马 雾路 三个部落所在的海端乡 是台东县面积最大的乡镇 却在全国所有乡镇中 人口密度倒数第二 连绵的山川地广人稀 愿意穿越延山峻岭的医生 要从何而来呢 2000年开业的观山慈祭医院 是大家的老邻居 但当年创立确实被极艰辛 16年来观山慈祭院不断提升医疗品质 但所在地位于花东纵果的中断 人口数量远远不足 在经营上是个赔钱的医院 在医护人才的延览上 更是困难重重 这是妇产科医师张志芳的诊间 今天的病人跟过去的每天一样 不曾有人满为患的问题 张医师总是能从容地问诊 你那甲医师说你是在这边有水肿的话 那个是真的水肿 下面那个的话就是生理性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和子宫压到那个虾仓庆来 它回流变差了 所以它成为水肿 12年前张志芳结束自己的诊所 携带数百万元的医疗器材 投入观山慈苑 在台湾的偏远角落圆一个人本医疗的初衷 充实的日子开始了 在院内张志芳顾好诊间外 也要分担急诊室的工作 包括感冒 拉肚子 过敏 甚至一些简单的不需要缝合的外伤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一般外面都没有门诊 所以有一些简单的病人他都跑进来 那会干扰到急诊医师去处理病人 特别是处理紧急的病人 而且这样时候病人会等得比较久 所以有时候我在礼拜六 礼拜天 甚至有时候是廉价的时候 就会来值班 在院外 每星期三下午 张志芳在海端卫生所住诊 病患衣食而来 这份工作是他参与IDS计划的一部分 而深入偏乡的IDS 海端是最近的一站 海端卫生所实力我们关山医院大概十分钟路程而已 但是因为他算是那个IDS整个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 这边虽然是他本身是有牙医跟那个嘉义科医师在 但是因为业务量来说他们那个嘉义科医师还符合不了 所以我们给他也处理接受了这部分的业务 整个IDS计划是海端 力道 下马 污入 都是算同一个体系里面的 1996年慈季成立仁医会 定期巡回偏远医疗不足的地区 2001年3月 关山慈苑组成医护团队 首次走入南横大山 同年9月得到中央健保局的支援 正式成立海端乡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 简称IDS 对于山区居民而言 意思就是医生来了 今天是礼拜二嘛 我们这IDS的话 就从大概11点多 就开始往那个力道那方向前进 因为有管制的关系说 我们尽量尽可能在一点钟之前通过 大概到一点半就在那个力道那个卫生所 就执行那个业务 到到四点半 尽量赶在五点钟之前下山 下去那个下马 而且去那个乌路 在下马我们大概维持在那边半个小时 那之后再上乌路 IDS的医护人员前往南横山区每周两次 由不同医师轮替 星期二当日来回 星期五下午在山上过夜到星期六返回 今天星期二的IDS团队 由张志方医师负责 同行有深知路况的司机 还有两位专业的护理人员 其中参与IDS多年的护理师余星怡 等于回到了家 工作更是驾勤就熟 其实我们都一直看诊 有时候因为我们山地区几乎都是布隆主 那我本身也是布隆主 所以我们都会有时候帮衣室翻译 然后协助微觉这样子 余星怡是驾到力道的媳妇 自2009年莫拉克台风重创南横后 山壁崩塌事件不断 回家极其不便 必须挑时间进出 因为他们要航式去不了 而且常常落石都在力道那里 极具观光价值的南横台二十线 因为当初的一个中度台风莫拉克 就此落寞度日 西行第一个管制说明牌 置放在当地唯一饭店的四楼出口 因为隧道施工 开放通行只有五个时段 可通行的路段也有限 原本通往高雄眉山的道路 已经封闭了七年 饭店业者也只能咬着牙硬变 推出东进东出的路线 以深度导览吸引游客 也因此揭露被人遗忘的南横历史 由于饭店位置正好在新旧道路之间 成了跨越时光的最好见证 这个建筑物很特别 它是跨越两个年代的交通要到 这个一楼像这个广场 通往那个吊桥 这个是从民国十六年 走到民国六十一年 然后因为这是日本时代 日本人跟原住民开出来的 观山越林警备当 那这个我们饭店的四楼 就是六十一年以后通车的南横公路 排二十线 1927年开辟的观山越林警备道 是南横公路的前身 入口虽然是摇晃的天龙吊桥 但却是布农族的坦荡大道 当雨季南横路断时 这古道就成了运送救宅物资的求生之路 全新的南横公路于1972年通车 八八水灾之后经常因边坡不断崩塌 延荡进度 交通管制时间也随之延长 东端排队等候的车辆中 许多人苦中作乐 在温泉内泡脚煮温泉蛋 大家对管制早就习以为常 其中也包括了IDS的医疗团队 下午1点 医疗团队的专车 穿梭在立道部落的村中道路 广播器不断提醒民众医生来了 立道卫生所内 一个可以看各颗病人的巡回诊间 开始运作 上门的民众许多是老面孔 他们患的也大多是老毛病 一般来说 那边都是一些慢性病 跟一些所谓感冒 拉肚子 那慢性病的话 大概就是高血压 糖尿病 以及痛风 立道约有90户人家 全村约300多人 如同一般的偏乡 青壮年人口外流 村中大多是 萌生不易的老人及小孩 这些弱势族群 正是关山词苑 IDS的照顾对象 一张门针表 就是一个众若千金的承诺 假如我们这些不上来的话 这边简单点就是没有医疗 就是完全没有 一星期虽有三天 小小的巡回诊间仍有未及之处 医生对症下药 但可以选择的药物并不多 比如说医生要开药 不见得我们这里会带药会带上来 所以变成说他等到礼拜五 或是下一个礼拜二 他才会拿药伤来给病人 对 就是资源比较少 IDS计划尽量提供医疗资源外 同时宣导预防剩余治疗的观念 这就必须从生活上的 卫生教育做起 在地下很多都喝酒 所以干硬化比较多 所以我们都会固定来这边 就是做卫教 大卫教 所以喝酒的民众就会比较少了 对 而且最近我们也有些戒宴的活动 就会办一些活动 让乡亲一起参加这样子 给善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对于医疗人员而言 IDS深入山区的经验相当可贵 观山祠苑实行交叉训练 在有限的人力下 尽量培养IDS的第一线人员 交叉训练就是 因为我原本是病房的 然后这IDS因为能力不足 所以可能就需要请病房的人员 出来资源 就是多一份学习 而且我觉得可以帮助到医院 可以帮助到这里的居民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叫什么名字 王静豪 什么问题 那个耳朵 耳朵 左边 右边 左边 然后怎么样 那个种起来 种起来 用痒痒的 OK 是被咬到的还是怎么样 被虫子咬 你看到虫子吗 没有 没有 应该是跳蚤 应该是跳蚤 家里只有你吗 只有你被咬到吗 只有我 好 好 那我等一下开个药给你 好不好 等我一下 体重几公斤 48 48 48的话 10岁 很重 要减肥 超重 超重 不是过重 超重 不管都会还是 箱下里面都是一样 因为饮食习惯的关系 而且因为现在能够获取食物比较容易 所以一般都有时候 都会体重比较重一点 耳朵那边是因为有被温虫叮咬 造成过敏现象 所以一般来说给它吃个抗猪脂肝 这样子一般就可以处理 十岁的静豪其实担心的不是体重或耳朵 他拿了药就急忙赶回家 因为出门太久了 我要趕快回家 不然我阿嬷会担心 静豪的父母常年在外 自幼就由阿嬷带大 隔代教养在部落相当普遍 但静豪的教养相当成功 似乎缺少亲情的他 却是一位贴心的孩子 他会帮忙我煮饭 拖地洗衣服 然后反正我在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帮忙做 静豪回到家立刻帮阿嬷劈柴 一个孩子做着工作稍嫌粗重 但他很开心 因为阿嬷罹气喘 更不适合劈柴 在立道还是无疑村时 阿嬷的气喘曾经相当严重 谁也帮不了他 像路况也不太好 然后医疗也是一样 每次下雨的时候就 没办法下去了 就在这边 也没有什么 有一次就是我去船发作 也没有药也没有医疗在这边 我是自己走路下去 走到一半 我就觉得说 哇 什么都没有办法 那个路也不通 也不能那个 反正交通都不好 此季寻回住诊进入后 阿嬷邱琳妹不再提心吊胆 只要定期拿药 就能控制她的气喘 今天没去卫生所 是因为医生给药足够 还没吃完 医生比较 我比较喜欢 护士也是一样 护士他们也是很亲切 礼拜二就会先拿那个药 然后那个医生会跟我们讲 说我们的药是几天 然后他们礼拜五还会来 假如有台风的话 他也会提早跟我们讲 然后叫我们说 要不要拿感冒的药做预防 所以我觉得不错 有他们慈激的那个上来 我觉得很不错 慈激医疗团队总是如约而至 抚慰了下山不变的村民 已是独立的立道村 坐落在群山之间 一大片的和解台地 适合农作 也是招揽游客的修弃圣地 因此非常依赖南横的畅通 但梅雨或台风经常陈灾 如今往昔路线断绝 有如雪上加霜 村民苦不堪言 游客也变少了 像说做民宿的 本来我们以前历到很多做民宿的 现在几乎好像只有两三家在做 有时候刚好要收成的时候 就是台风啊 就路不通了 路不通就那些菜就都在那边烂掉了 然后就摆着 我们做农的就收成就一年的那个就没有了 这次巡回助诊 张志芳医师带了小女儿同行 希望她能及早感受偏乡之苦 能够了解为什么做爸爸的老是来圣山出差 今天大家看到六个病人 她拨动性蛮大的 有时候只看到一两个 有时候看到十个 所以这个要牵涉到当时的那个环境状况 像有时候突然间天气改变感冒 一下子就来了七八个病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算这边没有一个病人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过来 因为这个是最能够提供病人最基本的那个服务 锁上经常无人的卫生锁 力道的基本医疗服务已经完成 接着赶赴夏马村 预计下午五点前可以到达 但路况无法预测 突然的落石 大伙只好下车度过交通管制 正好看见对面山壁也在松解 其实大自然有她自我意劳的能力 莫拉克风灾破坏的山体 正在重新平衡结构 布农族最稳了解 他们没有人定圣天的意识 只是和谐利用自然资源 因为地层隆起 逐渐升高的和接地 布农族开发农地时 不会挖移博土下的大量历史 不但省工且排水性极佳 只要种植适当的作物 即使价值不高 也会有不错的回收 乌路村民秋美花更进一步 以勤劳换取更好的生活 她在公公的和接地上插下支架 准备种植青椒 秋美花想得很周到 青椒只要剥下种子 就等着最后收成 不像番茄需要频繁采收 每天早上她和先生务农 工作告一段落后她还要去上班 整理饭店的房间 这才是她的本业 而两份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 也改善了她的生活态度 我们饭店里面就用了九个原住民 有乌路 有下马 有立党的人 会在这边做好几年的 都是有培养出责任感 也不会闲着去喝酒 山上种的菜我们都在这边买 又方便又好吃啊 山上尤其高丽菜啊 又脆又甜 他们出产青椒 番茄 那个豆 我们也都是买山上的菜 管制解除 医疗专车通过正在赶工的民隧道 到达下马 摊开一张桌子 看诊就开始了 预计在这里只停留半小时 因为下马住户不多 来的都是固定的几位老病友 还有一点时间 张志芳医师挨家挨户去探访 有时不禁感叹光阴飞逝 一转眼他所接生的婴儿 已经长大了 哪几个是我接生的啊 这个 那两个 这他嘛 他呢 这个有那么大吗 有啊 这个啊 这个小的 那今天几岁啊 有 12 12 那等于说说 我刚刚 刚刚十几岁多久的时候接的嘛 自从关山慈苑起业后 山区的怀孕妇女就安心了 平日渐渐有IDS 臨盆下山有专业的妇产科医师服务 也因此张志芳成为新生儿家庭的好友 每家每户都要探望片刻 下马的医疗服务即将结束时 民隧道的工人张辉仁下班后刚好赶到 他是外地来此的赞助居民 听闻刺激医疗队会来 非常庆幸自己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常常搬重啦 爬高爬低的这样子 每天都搬很重 所以就骨头都会受损 有时候是要对我来讲 就变老毛病这样 自己没有交通工具 要下去也要朋友在 也要等车子 然后我们这边的交通一天 都才一班而已 才一班车子而已 所以说现在 你们来真的太好了 这样子 张辉仁的老毛病 几乎使他无法工作 由于收入不多 每天为了工资强忍疼痛 幸好有药可拿 而且完全免费 这个就是早晚一定要吃 这个一定要吃每天吃 这个有痛才吃 好 好 一天最后吃两次就好了 好 谢谢你 好不好 好 这样可以 不用 不用 天色已暗 今天的巡回助诊 最后一站是误入 根据以往经验 张志方医师认为 误入的病人不会太多 这边相对来说 他们那个生活水平 比较高 每一家其实都有车子 年轻人这边 大部分都在这边附近 种菜 所以他们生活比较好 有时候他们就直接下去 关山直接去看病 所以反而来这边的 看病的病人数比较少 邱美花带着公公来看病 公公是悟入的头目 很有主见 感冒多时却不愿去医院 现在医生亲自到了 邱美花说服公公 走几波路就可以看病 公公成为今晚第一位病人 同时也是最后一位 我们最少要等到八点钟 不管有没有病人 我们都要大概最少 从六点到八点 这样子才可以离开 当医病关系 达到实现承诺的互信 医疗人员就成了病患的好友 每一次的离去 是下一次相聚的承诺 真心关怀主动付出 也许没有立即的回报 但足以改变我们身处的世界 邱美花依然认真工作 窗外的天龙吊桥 依然述说着布农人的故事 记录着南横的历史 十岁的靖豪 时时分担家世 他有一天会长大 帮忙阿嬷的贴心 也许到时能扩充到整个族群 工人张辉仁还在卖力劳动 民隧道工程持续进行 带给他稳定收入 但他更需要稳定的医疗 来支持这份工作 今天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验诊上面还是没有很健康 没有人的身体可以永保健康 也没有人不需要医疗的服务 关怀偏远地区民众的需要 正是关山慈禧医院建立的原因 而IDS的巡回驻诊 也正是在地医院 才能提供的无私付出 不管怎么样 就算这边没有一个病人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过来 因为这个是提供病人最基本的那个服务 是个人的病人 如果大家可以看下来 天生若是个人的知性 那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访问者 那又没人去见 最后的这边 社会 最后的不合理 马上